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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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可以減少他生命的傷害 可是這個新生兒篩檢是不是 剛才好像有提到說這個二代新生兒篩檢 他是不是有這個同意書 我記得好像要簽什麼同意書他才會告知你 這個部分是不是請主任跟我們聊一下 是是是 因為我們最早的新生兒篩檢 其實他只有檢查五種 應該是說一個血片檢查出來不只五種 但是政府補助的是五種 但是我們發現其實一個血片他可以做的檢驗 其實可以到二十幾種 然後基金會當然就有在一些push跟爭取之下 那目前是一個血片本來就可以做出二十幾種的一個 代謝物質的累積物質的一個檢驗 那剛主任有提到說要告知跟不告知的部分 是因為國建署他當初有他的考量 他的考量是在於說 除了現在已公告的十一種以外 剩下的那幾種其實他可能被告知之後 他有偽陽性的一個部分 就是說準確率沒那麼高 所以他公告之後也許家長會恐慌 那另外一個部分就是說 這個未即時告知 就是一定馬上告知的這個部分的話 是因為他也沒有治療跟可以做控制的一個部分 所以衛生署那邊他會覺得說 那與其這樣我就不如不要公告 但是因為基金會還是覺得 既然有一些疾病是可以早期被診斷出來的 那是不是早一點告訴家長 家長會不會才不會那麼惶恐 甚至他才不會覺得說 我好像一直在就醫 我找不到方式 我小孩怎麼了我不知道 那我們還是會推廣說 那是不是可以在家長同意的狀況之下 我們這二十幾種的報告都可以讓家長有權利去知道 所以要簽一個同意書 所以現在就是說去檢查 這個醫院都會先跟你說 有這個同意書的這個存在囉 對沒錯 就是在基金會的推廣之下 其實現在很多醫療院所 他在做這一個檢查 代謝物質的檢查時候 他就會問你說你願不願意去做這一塊 那其實你簽了同意書 並不會增加任何的費用 所以我們很鼓勵很多的有寶寶的家長 可以針對這一塊然後多加了解 或許可以早期的去控制一些疾病 跟了解小孩子的一個狀況 是那在做這個新鮮的檢查的這個費用 基金會這邊是不是有一些補助 他的方案是大概是如何呢 是這也是有一個歷程 當然就是剛講的那五種到十一種的一個檢驗 其實衛生署其實就是有補助的 然後他們針對的補助是針對於片原地區 那可能是離島 或者是低收入戶 其實他們都有幫忙 但是我們基金會其實還是有發現 就是說很多原住民 對 其實他是沒有什麼經濟能力的 所以基金會針對這種 二代新生兒篩檢 然後他可能除了檢驗費用 還有一些耗材費用之外 可能有一些原住民負擔不起 所以基金會有針對原住民 跟弱勢團體的部分 可以針對自費的檢驗部分去做一個補助 那只要跟我們合作的病理中心合作 那你提出你是爸爸媽媽雙方有一方 是原住民 其實就可以做這樣子的一個協助 OK好 那大概了解了這個預防的工作之後呢 我們再回來看一下這個紀錄片 現在紀錄片的這個主角叫做劍峰 他罹患的是麻煩市政 而且麻煩市政 其實他有一個這個俗稱 講快一點就是麻煩麻煩麻煩陣 但是他也有另外一個別稱叫做 蜘蛛人陣 這蜘蛛人陣 如果大家想像一下 他的身形大概會是比較瘦高型的 然後那個雙手 聽說啦 雙手張開 是比這個身高還要長的 我說的沒錯吧 沒錯 完全正確 這個麻煩市政其實 很多人聽到這個名字會覺得很陌生 但事實上很多新聞裡面都有報很多籃球員 可能很瘦很高 那可能在球場上 可能一些激烈的運動 然後突然就休克了 其實他們很多都可能罹患的麻煩市政 那麻煩市政就像主持人說的 他有幾個特點 因為基因變異的關係 所以他有一個最大的特點就是骨骼 你會看這樣的人通常很瘦很高 那很多籃球員都是這樣 大家會覺得瘦高沒有怎麼樣 可是他是他的病徵之一 那剛剛也有講為什麼 他的手伸出來會比我們的那個身心還高 其實一般人 你的手臂打開的一個長度 其實就是你大概的身高 但是他們有一個大的特徵就是 你打開了之後 他會比你原本的身高還長 就是手特別的長 對 因為我們剛剛說他有可能蜘蛛指 因為手長腳長 甚至有人說手臂就是過息之類的 是他的第一個症狀 那這個外觀我覺得影響不大 那是第二個影響的是眼睛 通常這樣子的病患 他會因為結地組織的問題 他會有深度的近視 那這個深度的近視 大家會覺得很多人都深度近視 沒有關係 可是事實上他們會嚴重到 你可能有些人去坐個雨霄飛車 一轉下來 他就玻璃了 對 眼睛就看不見了 這是有可能 那這是第二個大病症 那第三個最大也是最重要的就是 他會影響我們心臟的一些結地組織 譬如說他可能會主動脈 就會剝離 那他可能就是在劇烈運動 或者是突然一個動作之後 他就剝離了 然後就休渴 那甚至很多個案就是因為這樣而離開的動用 OK 好 那就來看紀錄片 音樂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她从小就喜欢鱼了 然后她就说她是小鱼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就劍翁小時候 他是一個沒有語言 又就是動不動就很尖叫 碰不得 你碰到手就是好像壟斷他的手 就是非常的難纏 我那時候洗衣機是在門口這邊 就是剛開始 他就不知道怎麼爬上去 就在洗衣機上面在那邊繞圈圈 繞到後來好像那個已經滿足不了他了 就在屋頂那邊繞圈圈 常常讓大家都嚇到一身冷汗 建文八歲的時候去看門診 醫生就跟我說 他有可能是一種罕見疾病 他就講那時候我就是聽不下去 我想說一個自閉的孩子已經夠讓我煩惱了 而且我那時候這個根本就是小魔鬼 破壞力強又不配合 又要亂跑 就是很多很多問題 我已經被他搞到已經 就是已經快沒辦法了 沒見了 他在那邊 生姜 结果你都是这样子等 我还真不成这样子 自己没有去跟你的妈 去跟妈互动一下 跟妹妹他们说 你骑的是哪一只妈 你这样子叫什么名字 叫什么 她说叫小熊 小熊另外一边来的 你骑的是苏惠亚跟小熊 你还认错自己的吗 苏惠亚 哈喽 她叫小熊 她是小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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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就要把我收拾一下 她是很像 她是小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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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时候因为也不知道该怎么走了 就只有寻求医院 就是心理治疗 然后就护健就开始排 国小老师就跟我说 建峰他的色彩很会用 都不是我们要他用这个色彩 用这个色彩 都是他自己抓着 就是自己搭配 治疗师在职能治疗那边 也是就是有这个发现 他就问我说 妈妈他真的绘画这方面 是不是你要就是寻着这个绘画者 所以那时候我也为了他这个 找了很多老师 那时候就觉得 真的有天空吗 还是一个怀疑 后来就 我就说生会的那个 暑假真的没地方给他去吗 因为你也知道 读书就是有一个暑假 一个寒假的问题 他一直闲住在家里 有时候也想找一些事情 给他做 又刚好看到对面生会 他们有在招收拉配的学员 有办法进去 他爱的事情他就是 就算是没开门 他都会来到这边 一年多前了 5月6号除车祸 那以上不知道这么一摔 腿就断掉了 就整个生活就是大乱 那时候就想说 要怎么办 政府这边是还不错 他们是马上要过来安置他 他不给他们安置 他不肯离开这个家 就也是给我一个很大的冲击 我的感觉 我如果今天就一撞不见了 就是这样子就走了 他怎么办 所以我希望说能够 就是 就算是推不成功了 我希望说推单单 因为这是很重要的事 你也要趁着梦想完结 别说了 你也不如 有人在你身旁 没你在右上 你成功也有回笑 幸福也有坚强 你带着梦想去悲响 你也要趁着梦想完结 天后的夜空中永远对你设好 为你重复好 你成功已有本化 我总想你让他飞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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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帮妈妈捶背的自己 想穿高跟鞋的自己 想睡觉可以翻身的自己 想画画的自己 我还可以画画啊 你为什么不跟其他人一样就好了呢 你为什么还要有期待呢 因为我还可以画画啊 也许我的生命 只能一直学着放弃 但我想努力相信 一定 一定还有能做些什么的自己 好那我们纪录片的这个主角建峰实际上也来到我们现场 欢迎建峰 我是建峰 我是麻烦市政 我们前面所看到的这些包括这个钥匙圈还有这个明信片 还有这个哇这是那个陶翼吗 还有这个拼布包 原来建峰这么多才多艺哦 是我们建峰真的是一个很多才多艺的大朋友 不过他前面的路走的也蛮艰辛的 因为他是麻烦市政 合并有自闭症 所以他在人际沟通的部分其实是比较困难 那当然在学习的过程中 如果没有找到适合的老师 其实很难跟他达到沟通的部分 但因为建峰妈妈很不简单 他从小的时候就带着他去上很多的艺术治疗课程 那依照他的兴趣 比如说他对马术有兴趣 他就去学马术 到现在还在学 那可能对画画有兴趣 他也带着他去做这一块的一个学习 甚至花了很多的时间去找到一个 肯教他而且懂得用特教的方式来教他的一个老师 所以他现在画画才有这样的成果 那当然我们建峰后来又对陶翼 最近又对拼布其实是非常有兴趣的 那妈妈也都是带着他东奔西套 像他今天早上还去学拼布 然后再来上课 所以他们是有成立这个所谓的工作室还是工作坊吗 其实建峰之前其实是在一个工作坊工作 但是目前的话应该是就是有考上街头艺人的阵照 所以他是如果有活动他就会去摆摊 那摆摊的内容就包含这些画作 还有他的拼布包 然后还有很可爱前面有圆圆的那个厨师蛋 可以做防潮厨师的一个部分 这些都是他摆摊的一个部分 也是他靠自己的力量在做自立生活的这个部分 那如果他在摆摊的话 依目前建峰这个状况大概都会在哪边 我们观众朋友也许可以去捧场一下 建峰您都去哪里摆摊 大中 大中 大什么 增头 好像是刚才有稍微就是私下跟妈妈聊一下 好像有在那个什么草务道附近 您美那边 其实他都有耶 妈妈可以像比如说清水的部分他也常去摆摊 那如果有一些系列性的活动 妈妈也都会去争取 那像基金会的部分 因为我们有个就业服务方案 就是说如果个案他在有一些企业会来邀医院 我们去做宣导跟摆摊 那我们也会每和建峰 拜托他去帮我们做一下罕见疾病的宣导 趁机也可以让外面的病友 或者是一些企业知道一下 认识一下罕见疾病 然后也了解一下说建峰有这些话做 这也都是他推广的一个管道 是那这边也要请教主任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在这个影片当中有提到说建峰 他有在从事这个马术这个运动 那我们也知道说这个麻烦试证 是不是比较不能从事激烈的 相对之下这个马术运动是OK的吗 其实妈妈也很注意这一点 因为对于马术来讲 建峰他是有他的把握 那当然前面也是必须要小心翼翼的 那从不激烈的开始 那建峰他其实现在马术的一个能力也很好 所以他可以控制一下 知道什么是危险跟不危险 那激烈的部分 因为他不是瞬间性的一个爆发 其实对他来讲应该还OK 是 所以这个马术的部分 他你刚才有说到说 他是得到今年有通过这个检订 对不对 得到这个冠军 那未来他还是会继续这样子的一个 从事这方面这个运动吗 是 是 建峰你喜欢马术吗 是 因为我觉得建峰在骑马的时候很帅 那他也很享受他自己可以控制这样子的一个部分 所以他未来 妈妈应该是说如果他有兴趣 应该还是会让他继续的去发展 OK 好 那我们这个建峰呢 实际上在我们现场他有一个任务 就是他要现场作画 他画我的这个人像要来送我 那我们待会我们也是请这个建峰 我们可以稍微看一下现在的进度是如何吗 我们来秀一下好了 这是刚才私底下我有给他一张我的这个照片 有没有像 其实虽然是剪了刘海啦 对 不过基本上 欸 很可爱 跟我们后面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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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景 风景罩 其实有多少有一点差异 不知道风景罩我们是不是也请主任 我们来跟大家来介绍一下说 他这个油画的部分 欸 看起来技巧很棒喔 嗯 其实建峰遇到一个很好的老师 其实他对身杖的教导其实是蛮专业的 所以他懂得跟建峰做共同 然后也从那时候开始 建峰的画作其实是精进蛮多的 那老实讲 建峰其实他对于人物画是比较陌生一点点 人物画 所以今天算是 不简单 对 但是他对风景画或是动物的部分 因为我觉得他有很细微的观察 这是我们一般人观察不到的地方 也就是因为很细微 所以他画出来的东西非常的细腻 你在看他的风景画跟动物画的时候 你会发现 欸 其实真的栩栩如神 这是我们建峰蛮厉害的地方 有 真的是非常佩服 其实身体的缺陷多少会让我们有宇宙不同啦 但是我相信这个宇宙不同 你可以用自己的方式来活出自己 祝福建峰 谢谢主任也谢谢建峰 也感谢你今天的收看 大台中聊天室 我们下次见 现在开始点名 点到的请坐下休息 想骑脚踏车的自己 为什么啊 想和同学跑到对接里的自己 想和同学跑到对接里的自己 问 Knox啊他要开党牧场附成自己 还是要家的话 想和同学跑到对线上历内的自己 不要 反国在一起 是要让我们胜牧场附成即 想帮妈妈垂背着自己 洗 shoulder 洗澡 想帮妈妈垂背着一起 想穿高跟鞋的自己 想遇见爱情的自己 想去出版社实习的自己 想绑头发的自己 想打开一瓶水的自己 想睡觉可以翻身的自己 想画画的自己 想画画的自己 我还可以画画啊 你为什么不跟其他人一样就好了呢 你为什么还要有期待呢 因为我还可以画画啊 也许我的生命只能一直学着放弃 但我想努力相信 一定还有能做些什么的自己 我想努力于你 我真的去跳舞 或者宾对你 我叫靳璇 然後我現在是海科大的學生 然後我是理喚成古古全鎮 就最想要做的當然就是希望有新藥可以發綠 讓自己可以走 但應該不錯 我因為疾病的關係 就是頭髮比較稀少 那如果小時候很羨慕一般的女生 能夠有很漂亮的長頭髮這樣子 在學校也有曾經被霸凌過 因為外觀就是外表跟別人不一樣 那小時候就是女同學也會取一些不好聽的綽號 像是外星人啊 然後禿頭之類的 如果我如果等我哥哥的飛狗路的時候要當上了看歌倒下的時候 我希望大家一定要支持我 我希望員氣 我不喜歡 游泳 我希望 dream 暴露露露露 superficial 暴露露露 黑夜露露露露露 黑夜露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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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露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